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好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月季啊 这一碰就掉 你看着吗 这是下边的老叶 然后呢 现在啊是有点通风差 光照也不够 有一点小白粉病 然后呢 叶脉发黄 还有点积水的小感觉 这种没事 你老叶黄 你揪了就行了嘛 你谈女朋友 是吧 老花姨 前女友瘦了 关你屁事 前女友 是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啊 宝贝 给足一下光照 没有光照是养不好的 你这个再养养就嗝屁了 一定要给足光照 加强通风 下个臭宝说老花姨 您好 我小银 买的洛新富 貌出土就烂 鸡嘴鸣鸣了吗 怎么到了 有啥说啥 这个就是给足光照就行了 现在这个季节呢 给足光照 你放到室外去一样 只要不低于15度 就没问题了 你别天天没事 给它浇 没事给它浇 啊 冒出土就烂 冒出土就烂 它能不鸡嘴鸣鸣吗 你看你这胶子成啥样了 给足光照啊 你再这样下去 再有一个礼拜就嗝了 你赶紧拿到室外去 下个臭宝 我养的石松 这条叶子在收拢了 然后这种情况逐渐在增多 石松的话呢 还是我看了一下 您的一个浇水 跟光照的问题 还是 这种东西像盆角类的 你像松柏类的 尽量的还是室外 光照给足 通风给好 它耐汗能力比较优秀 好多话说羊羊养不好 羊羊养不好 它这种收缩呢 还是说您的这个光照 给通风不太够 它就收起来吧 它流着干啥 对吧 然后呢 它集中自己所有的精力 来长高高 让自己的枝条变有韧性 去爬高 你没有发现这个事 然后呢 不行就剪 好吧 剪了还会长 但是这种东西 咱们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反正就是您加强一下 自己的一个光照 好吧 你看是吧 我看就瘦瘦瘦的光长长了 下个臭宝 鸡月节叶子上 有白色的小点点 是啥情况呀 白粉病的一个仙灶情况 我看得像水碱 我看得像水碱 加强通风和日照 有多菌流的话 记得喷一喷 稍微预防预防 这个应该是水碱 这个不像白粉病 白粉病叶子不这样 好吧 给足光照 加强通风 如果下面叶子很密 就适当的窄一窄 下个臭宝 粉色风车末的叶子 黄了很多 什么原因啊 看不到盆土里面 该浇点水了吧 这种一般是缺水啊 你这话说 老板你不是不让浇水吗 但是干了 你也得浇 你用的是陶盆 本身透气性就很哇塞了 保水性就很一般 你浇水的时候 也得浇透 对吧 该浇水的时候浇水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光照给足 下个臭宝 又是月季 叶子发黄 水大 缺光 通风差 给足光照 通风要好 月季花 在山东地区都能地灾 臭宝 你们光照不够 你养它越来越养个绿罗 不信养吗 不是老花一 你养花记得 不得及点个赞 请按赞 视频里 拜拜